嗨 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讲解一下CCD的插件 还有预制的一个安装方法 那我们在使用CCD的时候 少不了要安装一系列的插件还有预制 那我们在网上下载下来的插件还有预制 主要是分成三类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类 那我们下载下来的这些插件 它是一个直接是一个文件夹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 这个IS的这个文件夹 那么这类插件 我们把它整个文件夹直接丢到 CCD安装目录里面的一个PUG文件夹里面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边要值得提一下的就是CCD安装插件和安装预制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好 在这边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打开我的电脑 那么当前我安装的是CCD R18版本 那么我是把它安装在C盘 那么在这边我们找到Program Files 然后找到Methon 然后在这边啊 你就可以在这个目录里面找到你自己安装的一个CCD的一个版本 那我是R18版本的 点击进去之后 那么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Parken插件的这个文件夹 双击进去 然后把所有带有RES的这些插件整个文件夹 直接丢到这里面来 好 那么由于我这边已经是直接复制过去了 那么在这边我们就取消操作 就是这个R Reflow的R17接口 那么我们再看了 在这边我已经是安装了一系列非常多的插件 直接点进去看到每一个插件啊 它都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带有一个RES的这个文件夹 好 像是这样的一个插件 直接丢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Parken文件夹里面就可以了 好 那么第二类我们来看看啊 像这个Signal 这个Signal它是分成Math版本还有PC版本 那它同样里面是带有RES文件夹的 那么你找到自己 如果你是Math的 你就把这个Math版本同样的拖到这个Parken里面 但是它还多了一个Square 就是脚本的这个文件夹 那么我们除了把这个最基本的文件夹 拖到Parken里面 我们还要对它这个Square 找到这个R18的一个根目录 它里面有个Library 然后Library里面啊 有一个Square的文件夹 双击进去之后 那么这个Square文件夹就是存放 我们插件的对应的这个Square的文件夹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Square 拖到这里面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边我已经是把它拖进来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插件的基本安装方法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类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类啊 第二类就是预制的一个安装方法了 那么所谓的这个预制就是在我们的Windows里面的 内容浏览器里面可以显示出来的 好 那么我们继续 重新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文件夹 我们来看看这个预制啊 这个预制它的一个后缀是LIB4D 那么像是这类的文件 我们就要放到 同样我们找到我们的28的櫻木录啊 好 那么这些这些预制啊是放到 Library里面的一个 啊 browser 所有的这些后缀是LIB4D的这些预制 全部都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 非常非常方便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类啊 它相对来说会啊 有些麻烦 那么在这边啊 同样的是把这个LIB4D的这个预制 拖到我们的Library Browser里面 拖进来之后啊 我们看到它还有一个Tetra的一个材质的文件夹 那么这里面是保存了一系列的这些文理贴图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Tetra的一个文件夹 放到我们R18的根目录里面啊 我们要新建一个TES的文件夹 这个如果你的R18根目录里面是没有这个TES的文件夹 你就直接右键 新建一个空的文件夹 然后把它名字改成Tex 然后双击进去 把我们这些材质带有材质的预制 全部它的一个材质都拖到这个Tex的文件夹里面就可以了 好 那么在这边看到我已经是把这个文件夹拖进来了 好 那么这这类带材质的这些预制我们就安装好了 好 那么接下来第三类是我们下载下来的这些插件 它直接是一个exe的一个安装包 那么我们就双击它 双击它之后就根据提示 找到最主要的就是找到我们安装的R18的一个目录 然后选中对应的目录就可以了 实际上就是一步一步下一步点击确定 根据系统提示安装就可以了 这类也是非常简单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安装好的插件还有预制是在什么位置 那么在CCD里面有一个专门存放插件的这样的一个菜单 那么在这边就可以看到一系列我安装了的一个插件 那么像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插件啊 像是Rerate 还有Reflow还有XP例子 那么它是直接占用单独的一个菜单栏 好 那另外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插件啊 它是在我们对上栏里面右键 像是这个Signal 它是在这边单独有一个显示出来 那么接下来看看我们的这些内容浏览器里面安装的预制 我们按Shift加F8 好 进入我们的这个内容浏览器 我们来把它拉大一点 那么像是灰星星的一个LuckyPool 那么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内容浏览器里面 直接调用一系列的灯光 油关灯 那么还有比较常用的就是一个灰星星的一个材质 那么在这边也是可以直接调用一系列的材质 好 那么关于CCD的插件 还有预知的安装方法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拜拜